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全服送翅膀 5.3卡时反转 深黑又延期 夫妮娜插队复刻 元神飞泻而联动换新装 紫色格群氛围感拉满 四款联动齐上线 元神 5.2前瞻内容会整 娱乐性连结来了 两位角色有新装 元神 十连回归 5.3还登节前瞻整理 旅行者新衣将登场 元神 5.2元素反应伤害上调 兵夕要崛起了 新增又化太香 前瞻消息来了 5.2前瞻已结束 根据时间的安排 新版本正式上线时间为11月20日 也就是说 新线5恰斯卡马上就要上线 提前祝愿各位玩家保底部位 都能抽到心仪的角色 首先来看一下5.2官方版本的卡时安排 上半恰斯卡加林尼 新式新优洛伦将会作为陪跑入池 下半安排为中里和那为莱特 双龙入池 含金量有点高 除了XP档外 各位旅行者要提前囤好原石 要不然真的抽不过来了 另外 再来看一下5.3版本卡时的新消息 按照原本的推测来看 在5.3版本中 副科威安排很有可能为申赫和闲员 不过通过反准消息来看 上半的安排并更为火神马威卡加阿雷奇诺 下半角色为倩特拉利加弗尼娜 如果真的是如此 那么官方还是挺大胆的 毕竟有一部分旅行者等申赫等的 有点着急了 不过好在目前并不是最终确定方案 后续还有更改的可能 由于冰系角色迟迟不肯复刻 难不成官方思想加强一下冰系 具体安排如何 可以等下新版本的消息 另外为了庆祝原神游戏上线 Xbox Series XS 官方特意为大家奋上新风之一命鬼摇错之意 配色主要以绿白为主 整体设计要比生育花板之一更饱满 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看的 好消息是全服玩家都可以领取 不过由于是联动 Xbox平台的旅行者将会提前在5.2版本中领取到 其他旅行者则需要通过5.3版本更新后 通过游戏邮件来领取了 版本前瞻宣传大框 本期主题为灵运火的之卷 新开启的部落是花羽惠黑烟弥足 官方简单介绍了一下两个新不足的故事 另外还表示 在任务中还可以见到恰斯卡的龙妈妈哦 玩家所期待的卡石安排 上半为恰斯卡加林尼 四星陪跑为欧洛伦 下半那为莱特加中尼 这下可确定是强强联合了 各位旅行者按需选择抽取即可 另外还有限时探索活动 截止时间为5.3版本结束 版本更新后 别忘记完成探索任务 还有400元是可以拿哦 大版本活动 主要以烟弥足部落为主 共分为三个小活动 通过完成活动任务 还可以获得一把四星武器 不得不说 UI画面真的太好看了 另外 就是一些版本优化了 之前官方已在推文中提出了部分内容 除了基础优化外 第二深渊也得到了更新 由于5.3下半正好卡在新年 所以那塔版本的海灯节 有极大的概率在下半上限 根据剧情推测 新角色安排为马威卡和倩特拉里 既然是海灯节 复刻角色自然要安排给黎月角色 其中中离已复刻 那么其他两位概率较高的角色 则是咸云或森鹤 至于极鹿奇院 如果是黎月团剑 可今混词角色有七七 克勤 甘雨 白竹 肖 叶兰 具体安排如何 还要等后续官方的消息 对于5.3版本海灯节奖励这部分的推测 玩家所期待的富贵登门十年抽肯定会安排上 按照往常的设计 还会有黎月自选四星 至于新四星是谁 平佬佬的概率较大 不过个人还是希望能够安排 一位全新的四星加入其中 怎么说平佬佬也应该是五星角色吧 按照每年海灯节的设计 都会有三款新时装上线 目前暂时还没有确定哪位角色会有新装 还需等待 之前争以比较大的三个纠缠资源 希望奖励能够有所提升 哪怕不变 其实也能理解 毕竟这些都是常驻基础奖励 在海灯节版本中 我们的旅行者有可能换上全新的庆典礼服 为何这么说呢 可以看看之前出现在那塔版剧情中的两款新衣 其他版本可都没有这个待遇 虽然没时装 但是官方的却给旅行者更换服装了 既然温泉 那其他生日会都有了 那么海灯节是不是也应该来一套 节日气氛比较荣誉的时装呢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以上内容均为推测 推测 推测 实际安排还要以官方为准 随着新版本即将开启 官方又发布了新人的开发组座谈会 那么 都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寻宝罗盘的优化 相比较之前只能显示宝箱外 在更新之后 可以找到限时挑战捍卫护送各位的先灵位置 距离拿选宝箱又进了一步 另外 在5.2版本起 寻宝罗盘和共鸣时可以按照地区自动切换 省去之前的麻烦动作 对于喜欢探索的玩家来说 此次优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剩余物自动锁定功能升级 玩家可以使用推荐的锁定方案 设置所需要属性 系统会自动锁定符合要求的剩余物 减少玩家操作成本 在剩余物这部分还增加了星标功能 虽然还没有气质功能 但是反过来想 加星标不也是可以的吗 如果想要查看获取顺序的话 也可以通过打开时间顺序展示功能 查看近期所获得的剩余物 这样就不用来回点 寻找新增剩余物了 武器获取界面优化 在版本更新后 玩家可通过选择对应武器 查看已拥有状态 避免出现重复选造成的浪费情况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化设计